1997年8月2号那场比赛是在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这个项目是在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上面是非常强的 在所有人的心目当中我们夺冠的希望基本是没有 可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 因为我使用了当时国际上女子难度系数最高的那一条动作 尤其我在上场之前这个动作在雪上并没有用过几次 所以第一跳呢其实我已经是第一了 这个时候就要挑战我自己了 后来就是滑行腾空转体一气合成 虽然不能说稳稳的落地 可是在这个动作当中在国际上女子挑战这个动作 那当时应该算是非常完美的了 当我们的翻译下来跟我说 就是我我们是冠军的时候 我基本就是激动的已经说不出来话了 唯一就剩下的就是眼泪一直在流 可是到颁奖的那一刻我们才知道 因为他们没有想过我们中国人会得冠军 所以到最近的领事馆去借了一面中国国旗 完了又临时召集了这些乐队 为我们去在现场演奏的国歌 我在2001年5月份的时候我就退役了 2002年的冬季 我就来到了崇里 叫老塞北滑雪场 那个时候的崇里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马上即将迎来冬奥会的崇里 那个时候是全国有名的贫困县 那会儿的山啊水啊和那个天气特别的好 完了每周都下雪 而且是额毛大雪 所以呢那会儿就是我们老领导建了一个滑雪场 就是我德冠军这个我们的领队 三召见这个老先生 完了他就邀请我过来做这个滑雪教练 就有推光者 他曾经说了一句话 他说单单你相信我 就是中国未来的冰雪 不是你现在所看到的 我刚退役的时候呢 全国的发烧友 就是我能知道的寥寥无几 几十个人吧 我们基本都是窝在塞北滑雪场 没有空锁没有拖欠 几辆这个212就拉到山顶上滑下来 那个时候我们真的很快乐 可是呢我们感觉就是 知道冰雪的这个人群太少了 所以从那个年代那一路走过来 我可以看到冰雪的这种这种蜜变 从无到有用短短的几年时间 其实从真正的发展是应该是从06年 它的迅速的就开始有了变化 那么滑雪的元素增多 完了慢慢的它有了一个这个裂变的事 就是从几万人到几十万 完了几百万 从滑雪场从每年建一家 后来到每年建几十家 甚至有时候一年那些全国都会建百家 所以这种的变化 就大众的印制 还有这个我们社会的发展 就速度 是我没有想到的 所以到现在我们2022年 终于迎来了我们这个北京冬奥会 冬禅奥会的这个成功的申办 那么也迎来了我们冰雪的春天 我们从来没有想过 我们能参加到自己的北京冬奥会 那么我们北京冬奥会呢 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城市 又举办了夏季奥运会 又举办了冬季奥运会 那我能见证这个时刻 作为一个冰雪人 是周梦也没有想过的 特别的开心 也愿意为我们冰雪运动 做出这个贡献 请不吝点赞